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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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 What's up 我是李德 那這次來教各位怎麼使用這個機槍 自動機槍塔的電線配置啊 最近更新這個變得好複雜喔 然後接電 OK 我們先來看一下準備哪些啊 準備我牆上的這些東西之後 好 以上就是這些東西 好 我們先去配電吧 由於因為那個發電量比較慢 所以我用那個小型發電機啊 這個是管理員叫得出來的 好 我們接電接上去 先接在這裡 然後再把這個POWER1接到這個裡面 然後再2接到下面那一個 然後再把這個 把這個接到這個ON 然後有些單字我不太會唸 然後把這個接到門的感應器上面 OK 好 我們等它啟動一下 好 剛剛它原本是10秒鐘 那你之後要把它改成1秒 對 然後再把 你要設定是哪一種 ROMO ROMO就是說 它們打到沒子彈的時候 它自己就會把門關下來 把那個電線接到那個 剛剛那個TRIG的上面 好 那先把子彈放進去 最後來 接電 接電要趕快跑 因為我沒有授權 因為我沒有授權 好 等它一下啊 OK 開個門 好 實驗開始 好 要的射武 要的射武 啊 沒子彈了 下下 好 關起來 就關起來了 好 接下來是使用那個 ROMO ROMO 應該是 就是說它打到 它認為 子彈低量的時候 它自己就把門關起來 好 跟剛剛一樣的步驟啊 開門 沒有 沒有 它就是在 它 打到快 快沒有子彈的時候 自己都會把門關起來 不過這個線路好像有 我不知道是不是BUG 還是我哪邊有接錯 還是變成會 會一直反覆的開 呵呵 莫名其妙啊 這個東西我是覺得 呃 要把它 搞得很 陷阱化 應該要再研究一下啦 這個只是屬於基礎上的 配線法 應該還有 許多不少的神玩家 把它搞得非常的誇張 好 這個之後 就看各位怎麼去造化了 呵呵 好 現在來演示的是 就是把它裝在那種 警示燈 警示裝置的上面 好 我們就先裝好了 你看 等它把電給開下去 OK 開電 在裡面啊 就是我現在是裡面 沒有子彈的 所以它變成說 它沒有子彈的時候 它就會閃紅光 看你怎麼配啦 把它配在沒有子彈的時候 是基在紅光上面 啊 低量子彈的時候 是藍光上面 啊 第三個就是它 感應目標的時候 它就會 透過那個發瓶機 然後發送信號到你的PP code 你的PP code就會叫 代表說 你家現在有人了 好 有人了 讓你趕快回去 OK 可以把子彈放下去 那記得那個發瓶機的頻率 要調樣的喔 不然你這怎麼發 也發不到你身上 好 現在低量子彈 它在閃燈光 好 就是以上的這些演示啊 那把它變成電線之後 反正變得比較不好駕馭它 很容易因為 顧及到電的問題 之前不用電放著 直接讓它開 而且這隻子彈也有射線 128 為1格 1格 1格1格1格的組合 它只能放6格 所以它不能像以前一樣 你有多少放多少 以前就是 直接踩那邊 然後子彈放他媽有夠多 好幾千八在那邊打 然後就以上的這些教學啊 希望有幫助到各位 好啦 謝謝各位 我們下次見 掰掰